主席委員長還有各位內席官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請我們吳委員長 王委員好 吳委員長好 委員長你這個接任我們 喬委委員會 委員長已經五年了吧 五年了 從馬總統就任到現在 我想四平八穩 在僑界的一個反應 尤其世界台商 對你都非常支持 在這邊我們也給你肯定 謝謝 那 委員長應該在這個 我們接觸僑民的機會非常多 那我想請教委員長 這個 就你認識的 你認識目前我們有哪些優秀 接觸的一些僑民 在他們這個專業的領域上面 響義國際 世界知名的人士 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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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義國際 其實 他的專業領域 他的專業領域 像 像吳季岡那是不 那算法橋嘛 對不對 對啊 吳季岡算法橋 對啊 但是齁 我如果沒有什麼說齁 很大的聯繫 我這個實質是 有時候僑委會也要好好努力 對對 我是就是要這一點齁 就是說 我們很多在這個 法橋 在 法橋還是新橋 台橋也好 在這個 這個 海外在國際 他們可能在他們的專業方面 有他獨追一些 傑出的成就 像這些人 一在世界報紙 這個 刊在之後 我想 對我們 這個 中華民國 台灣的這個 也 我們 都感同 都以有榮焉 都覺得以有榮焉 鼓舞我們 國內的士氣 像這樣的人士 我想 我們要多接觸 不要他 他成民 真的在得到什麼獎 還是什麼 我們才 才去跟他接觸 這樣好像比較現實一點 那你剛才講說 有時候就是過去沒有什麼接觸 我想像這樣 他們在 海外有接觸的成就 是不是像這些人 都 給他們 機會 再請他們回來 做一個 一個 典範 再 做 這個 這個 讓他們 能夠協助 這個 除了 為國爭光 提高我們 國際的聲望之外 我想 給他們回來 國內 他們成功的過程 一些 這個 成功的典範 這樣的一些 一些 事蹟 還是他努力的 一個 過程 讓國內知道 比如說 去演講 還是 回來國內 從事一些 這個 活動 這樣 這樣 喬委會 是不是在這方面能夠 來加強 其實 這個 把一些成功的 這個社會上 文人 返回台灣的話 喬委會 其實也應該進來 一個力量 現在很多僑胞 跟我提出來 一個意見 我覺得 現在很多 這個大學 都有一個 通宿教育 這個通宿教育 到學校去 對 這個通宿教育 這個課程 是不是 邀請他們回來 海外的一些 僑陵 或者是什麼 回來講課 這個是有 這個 僑陵 跟台商 對啊 像 胡錫江他在服裝設計方面 他們有這樣的成就 我們馬總統 第一夫人也穿他 舊子 這個也穿他 他設計的 衣服 像這個 你如果說 國內的一些 有服裝設計方面的 一些 大學 也可以 請他來 設一些 講座 我們來努力 因為現在 他們都很忙碌 還有音樂家 一些音樂 藝術方面 都有 對 我想 插護委員會 在這方面 我們也能夠 去網絡 去 把這些 發掘這些 結束的人物 好 我們今天 好 謝謝 那 在第二個問題 請請教委員長 台灣目前 以亞太營運中心建設 為未來產業發展的一個目標 像這樣 這個台灣就需要 外資 還是說 尤其我們華僑 喬治 回來投資 在這一方面 我們喬爾會 有沒有做了一些 成績 對 這個 在海外 是 標籤 這 是 一個 的 能力 有 的 那 可以 你 一 的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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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